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能够给我这个绿色通道 让我能够直接进入总决赛 那么您参加过哪些公益活动呢 然后每次的印象最为深刻 因为我参加过很多公益的活动 包括一些你比如说像汶川地震 像一些这个慈善论坛 这个艺演啊 我都参加过 还有去过汶川和玉树还有周曲都去过 此前在关注留守儿童的公益活动中 演唱的原唱作品小蚂蚁感动了很多人 那么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来源于我觉得看到了很多孩子 我觉得这些孩子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因为他们有些孩子的父母啊 这些孩子留在了家里 父母去打工 这些孩子非常非常可怜 好了我写这首小蚂蚁这首歌也是写的是他们 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能够爸爸妈妈多陪陪他们一些 那么这次比赛带来了哪些原唱作品呢 呃这次比赛我唱一首我自己给 五岩二文昆地震写的一首歌 也是给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写的一首歌 叫做妈你别哭 还有小蚂蚁 那么今后您还会继续为那个公益事业写歌吗 啊肯定会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事业 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的 好的谢谢 啊肯定会继续写下去的 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的 可以继续写下去的 只看他们也好 不记得 有某一天 我能找到 那个温暖熟悉的家 我很爱他 我爱一个家 什么事都无法做 爱他 喝黑夜 我一定会找到她 我爱的家